在古老的北欧神话之中 有这样一个让神灵们也会感到敬畏的可怕存在 它是灾恶的化身 也是世间一切恐惧的源头 它在北欧所有的神话怪物里 拥有着最为强大的力量 就连神界之中的最强者 至高的神王奥丁也都对它束手无策 甚至正是因为它的存在 还直接导致了让整个世界都破灭的诸神黄昏 而这只强大邪恶的怪物 便是鼎鼎大名的绝望之龙尼德霍格 那么作为北欧神话里 最有名气也是最为强大的怪物 尼德霍格与其他怪物相比 到底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呢 而所谓的诸神黄昏 又是怎样一番可怕的景象呢 下面马帅气就为大家带来 北欧神话之中最经典的传说 绝望之龙与诸神黄昏 黑龙尼德霍格 其形象通常会被描述为一种 邪恶恐怖却又优雅壮丽的巨龙 它体型庞大婉颜 只耍修长锐利 浑身覆盖着如同黑药石般闪烁的鳞片 在那高贵的头颅上 则身有两对向前突出的龙角 和血红如宝石般的双眸 而每当它舒展起漆黑的双翼 凹香于天空时 太阳将为之遮蔽 人间便只剩下黑暗与恐惧 而最为诡异的一点是 在尼德霍格那双如同噩梦般的巨大双翼之下 还悬挂着数以万计的尸骸 这些王者的遗骨 会在黑龙煽动翅膀 所卷起的飓风之中 如同风鸣一般摇拽飘荡 发出令人毛骨手蹄的哀嚎 而这些恐怖之声 正是邪恶的尼德霍格 为世间所奏向的最为残忍的乐章 并且黑龙尼德霍格 不光形象如此害人 他所居住的地方 也同样诡异无比 据说 那是北欧神话之中 最为神秘的国度 一个任何活路 都无法踏足的死祭之地 也就是死者的国度 尼伯隆根 在古老的传说中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是一棵巨大到 无法想象的白蜡树 它支撑起了天地 使得万物得以繁衍生息 而在世界树的树冠之上 则有着九个 生存着不同种族的国度 在这九个国度之中 强大的神明们 占据了最顶层 位于太阳 与月亮之间的众神之国 阿斯加德 而那些邪恶残暴的巨人们 则是被众神们用武力 驱逐到了土地平级 环境恶劣的巨人之国 约顿海姆 正因为如此 巨人和神灵们 便结下了无法消除的 深刻仇怨 而又因为彩虹桥 将九个国度之间 都互相连通的原因 使得神灵和巨人们的 冲突与争端 扩生到了整个世界 精灵 诸如 怪物 人类 几乎所有的种族和森林 都各自为营地 加入到了这场 持续千万年的史诗战争之中 而这便构成了 整个北欧神话的主旋律 也就是无法消停的战斗 用马帅奇个人的话来讲 其实北欧神话的历史 就是一群疯子 互相打架的故事 你打我 我打你 跟谁打都行 反正就是疯狂地 打到世界毁灭 万物终结 而在这些战争中 死去的亡者们 他们的亡魂 则会不断地坠落 直到深入世界树的根部 抵达一个宗旨不见光明 一切都被迷雾 所笼罩的神秘国度 在那里 所有的物质 都是死而不灭的 任何活着的生物 或者阳间的物质 都无法进入其中 而这片死祭之地 就是被称作为 物质国的黎伯隆根 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一个冷知识 黎伯隆根与死神海拉 所支配的冥界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国度 只有带着仇怨战死的亡魂 才会进入到黎伯隆根之中 这些亡魂不仅无法轮回 并且还深深地憎慕着世界 期待着漠视的盗改 因此 尼伯隆根从本质上来说 就是一个在不断储备着亡魂 以敌对毁灭整个世界的极端存在 而黑龙尼德霍格 便是这个死者之国的支配者 他盘踞在其中 统率着这些反叛世界的异端存在 最为有趣的是 当尼德霍格在身处于死者之国内时 还拥有着一种极为特别的能力 那就是 他可以利用尼伯隆根之中 那诡异特殊的环境 创造出全新的死亡物种 据说 尼伯隆根之中 流淌着一条剧毒之河 赫瓦格密尔 而当尼德霍格将战死亡者们的尸体 投入到这条剧毒之河中时 荣誉的死亡之力和毒树 便会将这些骸骨 化为异形的怪物 或者剧毒的怪蛇 他们会和尼德霍格一同 不断啃视着 世界之树的树根 使得世界之树摇摇欲坠 森林们胆怯心惊 因此 尼德霍格在神话之中 也有着恐怖啃视者的名号 然而 虽然尼德霍格 对世界之树有着如此巨大的威胁 可却因为他的强大无声匹敌 使得任何生灵都无法将其消灭 甚至就连至高的神王奥丁 也只能对他妥协 并派遣了死神海拉 将罪人们的灵魂喂养黑龙 希望尼德霍格在饱腹的情况下 可以减少啃视树根的次数 但即便是如此 也仅仅只是延缓了末世到来的时间 当有朝一日 树根被尼德霍格啃视带尽之时 世界之树便会腐朽坍塌 而天界之上的诸神们 也将迎来属于他们最后的黄昏 在北欧神话之中 尼德霍格这个名字 可以被翻译为绝望 而正如他的名字一样 这条黑龙本身存在的意义 就是要让一切都因他而终结 据说当世界之树因为尼德霍格的啃视而坍塌时 其树冠之上的九个国度之间 便再也没有了任何的阻隔和界限 整片天地都化为了一处战场 于是在众神和巨人们长期的仇怨之下 异常跨越了所有种族之间的最终决战 也就因此拉开了帷幕 此时能张口之间吞噬天地的怪狼芬里厄 挣脱了束缚其万年的枷锁 带着无尽的路火 与邪神洛奇一同奔向诸神的国度 欲要将神王奥丁吞入腹中 以消心头之恨 而环绕世界的巨蟒 城市之蛇耶梦加德 也已经从海底的离床上梳醒 他翻腾着巨大的身躯 将滔天的浪潮卷上神界 在那巨浪之中 大蛇昂起了他那如山巒般庞大的头颅 口中喷吐出火焰 烧焦了整片天空 在东方 胸前沾满了鲜血的地狱恶犬 立于灰暗悲哀的深渊上狂吠 死神海拉 则站在十者指甲 所制成的大船上赶来 船上还栽满了邪恶的冰霜巨人 所组成的军队 在南方 火焰巨人的首领 史尔科特 手持胜利之剑叫嚣众神 挥动巨箭之时便迸发出 比太阳更耀眼的光芒 而众神们面对此情景 也不堪示弱 他们高举兵刃 齐聚在英明殿中 无所畏惧的好饮着烈酒 随时准备着 在战场上英勇赴世 双方都到齐了 那么多年的仇怨 就一次来个痛快的解决 于是 两方人马被立刻施杀在了一起 顿时平原天空一片血红 劫火贯穿的宇宙 熔烟没过了山顶 就连星辰都被打得 从苍穹中落下 焦灰的大地 也摇晃着沉入了海底 宇宙只剩下了死寂的沉默 和永结的黑暗 就这样 整个世界最终都被打得 彻底毁灭了 所有的生命和种族 也都因此灭绝 而唯一还存在的 便是造成了这一切的绝望之龙 此刻 它正飞翔在废墟中 双翼发出害人的声响 贪婪地啃食着 沾满鲜血 余温尚存的尸体 然而 既然有绝望和破灭 那自然也会有希望和重生 当一切恶梦都过去的时候 新的天地 便在此刻间诞生了 它焕发着比从前更加强大的生机 并将重新孕育出万物 建立起新的秩序 而在这全新的世界里 一切都将变得比过去更加美好 而此时 黑龙也从如山的石堆中爬出 它沉重迟缓地飞过了大地 黑色的翅膀上挂满着海骨 不久之后 它就在极远之地坠落了下去 消失在了环宇边际 那无底的深渊中 在北欧神话之中 尼德霍格算得上是最特殊的存在 它和其他森林都完全不同 无法被战争所摧毁 却会因为希望而消失无踪 诸神因为它的出现而陨落毁灭 新的世界也因为它的消失而迎来生机 因此 在许多的影视作品和书籍中 往往都会以黑龙的形象 作为灾变和劫烂到来的象征 而这同时 也让尼德霍格的形象和传说 变得丰满且深入人心 那么这一期到这里也接近了尾声 在这里马帅奇就厚着脸皮 向大伙们要个点赞吧 毕竟为了这一期的内容 马帅奇也是不眠不休地 忙了整整两个星期 最后再啰嗦一句 竟然天气变得越来越冷呢 还请小伙伴们多穿衣 照顾好自己 我是马帅奇 我们下期再见